Facebook母企Meter近日公布 推迟美国雇员重返办公室上班日期至3月28日 同时要求所有雇员必须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 Meter指 本次推迟是为了让雇员有更大弹性 及时间调整工作安排 以应对Omicron变异病毒株引致的新一轮疫情等 Meter又指 如有美国雇员在3月28日后仍想居家办公 则要在3月中旬前向公司提交申请 而获准延后重返办公室的时间 介乎3至5个月 Meter源于12月初公布 将于2022年1月31日重新开放全美办事处 全面重返办公室 并要求所有上班的美国员工 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Meter当时指 该计划将确保其员工 可以灵活地选择何时返回办公室 据悉 目前多间科技巨拨 都已公布推迟要求美国雇员 重返办公室上班时间 当中 Alphabet子公司谷歌 无限期推迟了1月份 全球范围内 重返办公室的计划 全球范围内 全球范围内 全球范围内